慢慢不要跑了 我们慢慢走就好了 小时切听 一个转身跑百米的速度往前冲 目标就是前方的捷运站 跨年倒数看完烟火 2017年元旦回家的路寸步难行 慢慢来就好 我们先捷运步打烊 所以大家一定都可以平安的回到家 捷运出入口挤得满满满 根本动弹不得 短短半个小时三度举牌 人潮管制禁止进入 捷运市政府站涌入大批人潮 跨完年的民众一窝蜂网越抬冲 这样比较不会塞车 等一下人很多 因为怕被挤爆 不想被贴 还有那你觉得还好吗 还不错还不错 颇壮力 等不及要赶回家 连烟火都还没放完 就抢头香赶搭新年第一班捷运 其实今年跨年人潮 明显比往年少了许多 台北捷运公司统计 截至元旦凌晨1点 总收入量约234万人次 比去年足足少了40万人 捷运上面还有刚来蛮空旷的 就没有想象中人那么多 没有没有想象中人那么多 为了因应跨年人潮 台北捷运从31号开始到元旦 连续42小时不打烊 捷运站出口还派出朝天团 和民众互动舒缓排队情绪 冷笑话猜迷逗的民众哈哈大笑 朝天团特别准备精美小礼物发放 但主要还是以宣导为主 不推挤慢慢走 让民众开心跨年平安回家 记者刘帅文传小组台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